然後我就把鐵盤拉下來 他看到我兩膝一跪 兩行輕淚開始撇樹 哭得亂七八糟的 然後我就說 你幹嘛 他說 對不起 老闆 對不起 對不起 我錯了 你打我好 你罵我好 我想說我不是在給你演八點檔 我是藝人就代表 我要有戲劇般的人生嗎 然後他說 我就怎麼了 他說因為他家裡缺錢 我說缺多少 他說他爸爸那個缺醫藥費 缺兩萬五 還是三萬 也不多吧 我說不多 他說對 所以我從那個 店款裡面先拿了 後來因為我那兩萬五 拿走之後 我想要趕快把它賺回來 那我朋友他有在經營球板 有點像是地下賭盤 就開了一個帳號讓他去賭 他老闆跟我說 手恩 你跟我們家的這個歌手 好像滿搭的 你們兩個包一包組個團 怎麼樣 不錯 對 很好 然後我就覺得 不對啊 老子是天王至尊耶 怎麼會跟人家包一包組團 怎麼要跟你們這些蝦冰蟹這樣子 對不對 對... 你們這什麼東西啊 他不幹這一套的耶 對 結果過了沒幾年 原來這個歌手在台灣的華語樂壇 算是紅遍上下 籃子 行一籃在這裡 他襪子就是一定要丟在這兒 然後我就說你襪子為什麼要丟著 他說我沒可能... 那會不會是交感神經師 沒有 他說我明天可能會穿啊 我說你穿了一天這麼臭耶 好 再穿一次喔 對 然後生活習慣就是 廚房大家一起共用的 他很喜歡去煮肌肉 因為有在練健身 對 OK 煮完都不洗 放著發臭 哎唷 然後有一次 我就真的受不了 我就不洗 我看他什麼時候要清 放到漲區 啊